九把刀爆出感情上劈腿 有网友了他们就整理了一下 发现当时在拍那些年这部电影的五个要角 竟然是接连出包 有人还说这根本就让这部电影成了死亡笔记本 因为我跟弯弯是那个出版界的周杰伦跟蔡依林 所以就是好好祝福新郎 就是好好照顾我的弯弯吧 镜头前才以好男人的形象 要弯弯的老公好好照顾他 但今年六月新婚才十二天 就爆出弯弯当街热闻部落客黄大爷 当时九把刀还跳出来暗指弯弯不是 没想到好友九把刀自己也跟着沦陷 爆出弯弯劈腿好不容易风波平息 九把刀一手捧红的艺人柯震东 八月因为在大陆吸毒遭待庞大的演艺事件 损失惨重 两度召开记者会深深一举功向社会大众道歉 柯震东演绎事业重创 惨赔上千万的违约金 连带大陆事业惨遭封杀 当时九把刀气到说重话 想狠狠揍柯震东一拳 我没有任何行贿的动作 旗下一人出包 经纪人兼老板的柴志平更止不住这把火 烟烧到自己卷入央视弊案 大动作成情喊冤 但似乎还是难以切割 行贿一事 对啊 你是要是 最重要的努力要忘除所有女生 电影那些年一连捧红了九老 柴志平还有演员柯震东弯弯等人 但接连负面新闻缠身 登陆电影惨遭滑铁路 只卖出两千万元 就连即将上映的电影 都在两岸上映时间遥遥无奇 对比2011年那些年麦破译 开心庆功 现在从监制导演再到演员 一一出包 鞠躬道歉的画面 现在看来格外的讽刺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